有哪一位演员是 他回家需要做多一点功课的 我觉得每个演员都要做多一点功课 每一个 酸酸大家好 我是廖岳 即将开拍的重头剧《金色大道》 请到了TVV的三届影帝 李耀湘来到了新加坡 为主要演员上课 让我们一起去一探究竟 请你制作 意料之外 我喜欢你 如果你的写出处 欢迎两位主要演员 嗨 欢迎 这也是我第一次看你们上课的班 还没有来之前是心情怎么样 来之前是有点小担心 担心我变成一个小粉丝 因为看着他戏长大了 所以我看到他本人的时候 我有点瞎到 哇 他是真实的人 可能你的粉丝看到你 会觉得说 原来你是真的 真的吗 你比电视机帅 我很喜欢上课的 也很羡慕 是好像我妈妈那个年代 他们都有演员训练班 才华 你们也有上课 可是我没有什么机会上这些课 我从来没有上过课 这一次有机会 我觉得我是一个婴儿 你懂吗 吸收全部的informer 一次过 对我来讲就是 像上课兼交流吧 其实演戏是学无知境的 而且每个人见解都不一样 就像老师说的 不管是儿媒 少林 舞当 打得好的功夫就是好功夫 抱着一个海绵的心疼 吸收所有的学问 我觉得海绵很大 所以可以吸收更多 我觉得演员就是一直可以不断增强你的演艺方式 感觉怎么样 很好玩 难得有机会跟大家去交流一下 演了很多年 心里有很多话 没有机会说说 终于今天来到新加坡 终于有机会 分别的分别 所以我就觉得对我来讲也是一个挑战 我能不能把我心里面明白的东西讲出来 几十年的戏总结下来 对 因为太长的时间其实很多 我上了第一天之后 简直就跟我讲 简单一点 对 因为确实它不是一个三个月的课程 它就一天 哇 你就把你二十几年的今天传授给它 它们应该有点难吸收 会不会 对 我觉得是 如果你没有这个边的话 你的高气就变 你的语气就变 前面这个其实快一点 中间才有那个 有一点点疲倦对不对 我看你们刚刚在里面对戏 其实还蛮激烈的 我真紧张 在来上课之前 你有想象说 它会是一个什么样的场景吗 你们在现场对的时候 其实跟我想象的很不一样 因为找老师之前 我们自己有对了一下 然后我们对的是比较平静 然后比较慢的 可是到了现场之后 那个接受是比较快的 我就变得更精彩 有了更多的层次感 怎么样 你们一上完课 现在感觉是更轻松还是更有压力 更有压力 我觉得更轻松 是吗 刚才老师就叫我用了很多面部表情 从来没有用过 而且他就是说台词有点平淡 所以要看着镜子来念 我因为演戏有大概六年到七年了 所以有很多自己都没有发现的一些小毛病 然后老师有点醒说 可能你讲台词的时候可以快一点 还是有活力一点 他会用不同的tempo 来设计不同的角色 而且他是用那个metronome 这个角色可能就是一个八十八 然后他觉得这个角色可能比较年轻一点 他就 那你呢 你是 大概一百二十到一百四十 对 台词要背得特别特别的时候 你才可以有这个一百二十到一百四十的这个节奏 我觉得这个tempo需要很快 很快 可是我平时 红铃就很慢 我跟红铃是一样的 我觉得我两个tempo 就是六十分钟 所以对你来讲是一种挑战 是一种挑战 是一种挑战 是红铃的temp stand 这个很快 对我真的超慢 他说每一场戏 他会叫你说在哪一段 或者哪一句话 你必须要加重或者加轻 几倍 几十倍 几百倍的钱 都让你读过 要是你有胆 你就不要走 有胆 你不要走 小美可以再高一点 因为女儿知道 如果你不高 你再高下 你一定要看过她 你一定要听我的 女儿听我的 不要听她 这跟我之前读过的时候是不一样的 因为每个老师有自己的一个做法 Jeremy哥哥最次在里面 演的这个角色 她戏身非常大 有没有觉得她整个人都瘦了 你在这部剧里面需要有六块腹肌 他们是需要有八块 当然如果有就给六块是最基本的 就是会比较扎实一点 真的很壮 因为刷一刷 我给你面子 我就露一只手 就是我觉得我就嫌弃她很瘦 你懂为什么吗 为什么 因为有一场戏我要背她 她怕我背不了她 都说你很瘦 你背得起吗 我讲 Come on 明依姐 你很轻好不好 那我们背一次给盛乃大哥看 哈哈哈哈 一拿到剧本 我应该要怎么样子去准备 这个角色 我觉得其实最重要的准备是我们平常生活 我们有朋友有家庭有什么什么 其实你多留意你跟其他人的关系啊 看其他人跟其他人的关系啊 你就会很多资料 平常去准备是更重要 你这样子看起来 有哪一位演员是你可能想说 他回家需要做多一点功课的 其实没有我觉得每一个演员都要做多一点功课 每一个 包括我自己 每一个 包括我自己 因为我觉得演戏系没有一个终点 那如果就是他们几个里面啊 你会最想跟谁合作 我想算账帅哥嘛 给我的儿子 可以 可以吗 可以 我年纪不轻的了 我年纪很大的 就是你们看完剧本 有没有哪几场戏 是你想说 哇应该很有挑战的 很多 这部戏 毕竟它是三十集 然后里面的所谓的气球转合 真的是 会让很多演员都非常开心 对 它的景色很大 因为我们这个剧是 从 07年 演到 来2023年 我跟红林的角色就剑制还有真婷 小时候是一个感觉 长大一点的是一个感觉 踏入社会又是另外一个感觉 每一场 我非常期待 因为我们这部戏会出国去拍 然后有一些比较 动作比较危险的戏 就是 阿姨 先请两位简单介绍一下你们的角色 好吧 由女儿开始 我戏里叫 真玉 然后我是一个有视力障碍的女生 所以我年轻的时候是看得比较清楚的 还看得到大概20到30% 然后再慢 逐渐退化的 那玲玲姐呢 就演她妈 我叫潘小美 那我就开了后面这间 小美咖啡店 今天的这一场戏 是老师来的时候 有教到了其中一场戏 跟你们今天演出 整个的状况一不一样 一定有不一样 因为之后开拍了 我们还有做一些稍微的调整 就觉得那女生的感觉 还没有这样强烈 到今天来拍的时候 因为我觉得这个女儿 越拍我就越入星 越拍越爱 对 我超级无敌爱她 所以当下的感觉就是 我很疼她很爱她 我不想她嫁给这个小婚婚 然后最重要的是 我们导演改了很多情节 是从好下变成更加好 总讲她也在台词上面 有加了一些东西 我喜欢你 我爱你 经过马来西亚跟泰国的洗礼之后 我觉得对这个角色 已经充满了想象力 所以在创作方面 在玩耍方面呢 我觉得加了很多东西 所以就开始做呢 你真美 你跳得太完美 这样的东西 就是如果你看剧本 你们不会感受到这个东西 是 你懂她叫我是阿姨 那我们就觉得很好 很小婚婚就很烦 然后喜欢你 那你又来 我好喜欢她 所以你觉得老师教的 跟你现在拍的整个的感觉 是不一样的对吗 其实我在前几天 在重新看这个台词的时候 我觉得我会想到 李老师跟我讲的一些东西 所以在设计方面 跟调整方面都会注意到 在拍的时候 都会想到李老师跟我讲的一些话 所以你在告白的时候 李老师一直出现 李老师 可以 很不错 她教你有一些东西 有一些动作 然后有一些地方 我觉得她教的很好 而且这是我平时 我没有想到的 就是那个瞎眼的人 要怎么看 我们可以知道一下吗 应该要怎么看 这个呢 我其实真的有去 做家训练 跟一个差不多 也看得到20到30%的人沟通 其实她是看得到你的轮廓的 他们可能会这样子看这 你以为她在看你 可是如果你仔细看的话呢 她是看透的 是 因为她找不到一个焦点 好 那最后就是问你们一下 你们觉得 为什么大家一定要看这部剧 这部戏呢 我第一次跟我们的故事人 蓉迪合作 蓉迪大哥 从小呢 就有看她很多经典作品 最喜欢的就是小娘惹 难得有蓉迪大哥 出来写这个故事 我相信大家都会蛮喜欢的 对我来讲是很不一样的 因为我会看到三个男人的戏 然后我觉得这三个人的兄弟情谊 一个很有人情味 跟一个很有人性的一部戏 所以真的是非常值得看 请记得锁定 金色大爆 喜欢我们的视频 记得like and subscribe 我们的频道 开启小铃铛通知 视频不漏看 拜拜